又卡了 我的微信又卡了 不行了 我把他赶紧的卸得来了 声音怎么样 我都看着 你那小童有声音吗 看着 你连进去了吗 小童你进去了 连进去了 现在还没东西呢 已经开始直播了 对 但是我还没有连到 调个白色 嗯 别浅浅 这油亮的也行 还没连上了 一直在撞 可以吗 可以吧 嗯 你网络可以没问题啊 网络 网络没问题吧 你可以打开网页看一下 就可以打开网页看一下 不是你的那个iPad 是这个地方 哦 哦 对 可以啊 我看着这个可以 没问题啊 好 谢谢 那么快 先先碰 我会对一点吧 我会对一点 不然肯定会碰到 什么 就得开网页 还是不得了 因为 有点 有人吗 你那个上面有人吗 86人刺 什么没有 信 是摄像头没有吗 对 我看不到 实际上没有 我这边有 你是你那个有问题 是你 我这边有啊 可以了 没问题了 可以了 可以了 可以开始了 没事 对对对 行 开始了 你在那个上面互动一下吧 好 可以听到吗 哎呦 他那个伤口声音 可以听到吗 哦 又有听到声音了 可以了 可以听到 行 可以了 那我们开始吧 先到了 开始 今天是7月8号 现在是晚上8点 我们GoMarkets悉尼直播间正式开播 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有 这个一个额外的新来的Felora 给我们做一个主词 然后会给我们串一下 我们客户这边的一些问题 以便更好的给大家带来直播的一个互动效果 那么先请Flora 嗯 大家好 我是悉尼小助手Flora 然后我们现在今天的直播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 啊 马上就要开始了 请大家叫好自己的小伙伴 然后快点进入我们的直播 我们再稍微等一下下 马上就开始正式的这个直播了 现在多少人了 我们到多少人开始 没关系 你就开始吧 按时间来就行 那就行 嗯 嗯 嗯 不用等 那么好的 啊 我们呢今天的第一部分呢 将会给大家整理一些 就是自从我们上次直播之后呢 收到的大家的一些问题 我们从中挑选了10个 10下最hit的 然后最有代表性的问题 在这里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最近这个牛市啊 A股这个牛市啊 风涨 那它现在还能涨吗 哦 今天最近市场的热点 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星期一开始 A股驱动的一波大的 这个强势的上涨 一天的时间啊 中国的A50指数啊 涨了百分 涨了1500个点 大概是多少百分之 大概百分之六到七的样子 是08年以来 大盘一天涨到六千 对对对 那是非常吓人的 三千多只股票上涨 是吧 那么 很多客户关系呢 就是流市来了嘛 啊 那么 确实从从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已经给出了一个 启动的信号 只是说我们还想 啊 这个这个没有没有入场的 或者说踏空的人 在什么时候去介入 去比较好 我觉得大家关心这个问题 肯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啊 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那么周恩老师也可以聊一下 就是从这个图上 你觉得比较好的 啊 这个点位在哪里 如果介入的话 其实你这个图 非常好啊 你看在通过两个的一个通道整理啊 中间再做了一个相对比较没有规则的整理以后 那么在这个星期一的时候 直接打穿 直接上 上穿上去 那么 从我们技术角度来看的话呢 其实这一轮涨得有点快 呃 虽然啊 虽然啊 虽然前三个星期一家记得吧 嗯 我说最近股市肯定会有些变化 嗯 那么我推荐大家也说 做几个预案 比方说 涨会是怎么样的涨法 跌会是怎么样的跌法 或者说现在时机会到 其实我对于这个A股的话 有三个判断的 嗯嗯 但是很不幸啊 嗯 我最不相信他就会急涨 结果真的急涨了 所以说市场还是充满了很多不确定性 其实这一次涨你可以看 这一个阳线啊 通 一下子就是冲破了两个大的阻力位 一个是15年的最高点 15年你也知道是牛市嘛 对对对 一个就是19年的最高点 对 15年和19年 这两个关键阻力位 一个阳线全部冲破 那说明什么 市场不缺钱 今年真的就是个大水牛 我今年全世界都不缺钱 哈哈哈哈 对所以有资产啊 然后这个配资产的人 对 其实真的是 我感觉没有过灾年 大家过的是丰收年 那么在这样一种市场 不缺钱的情况下 大家看着什么 看着情绪 是不是 情绪来了可以看到 情绪在 在在在在这个沸腾在发酵 并且呢 我认为我给他起个名 叫战略性牛市 什么叫战略性牛市 这你起了 对 我觉得就是 中国 看美国的股票涨得这么好 凭什么我们不能涨 不就是印钱吗 咱也会 对不对 咱也会印钱 咱也印完钱 咱就往是吧 市场里面赶呗 怎么赶 是不是 先拉个阳线看看 是吧 所以说资金决定市场表现 决定义址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 也会给到更多的 关于A50的一些 投资机会给大家 嗯 那么我们还有人问了 就是这次股市这么的暴涨 然后他呢也看准了几个股票 结果大盘上去了 他却没有赚到很多钱 也可以说只赚了一点点 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这种看对品种 但是赚不到钱的总金吗 嗯 这应该是一个客户 一个客户的一个问题 很多客户都有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也是对于真的 对多数人 对多数人来说是一个 是一个实实在在啊 比较现实的一个问题 对 那么其实呃 大家可以把这个客户问的问题 用那个PPT的问题 给大家看到啊 呃 现在我们那个 看到的是股票叫NHC 叫New Hope Co 它是一个以生产煤矿 和其他相关 跟矿场内相关服务为主的 这么一个昆斯兰的一个大型企业啊 嗯 大家可以看到这轮下跌的时候 呃整个股指下跌了百分之 将近四十多 记得三四十 三十八 对然后 三十八到四十 然后又回调了百分之四十 对 那么这只股票大家可以看到 也大幅的下跌了 然而 他在四月五月以后 就进入一个盘整 那么当时他的朋友跟他说 是这个股票非常好 他同时也参考了高盛 大家可以看到 右边那个图表啊 高盛和那个Morningstar 都给出了一个两块二的 这么一个目标价格 那么然而其他股票现在都分涨 而这只股票始终在一个三角整理里面去震荡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 看对一只股票 他基本上非常好的情况下 如果他是这么一个形态 也不要去碰 这是我目前接触下来 多数赚不到钱的一个根本原因 就是说他只看只认基本面 但不认同市场现在给他的一个 价格上的一个公寓的一个表现 就是把他的震荡表示 市场力量决 呃 决力对不对 现在他犹豫不决 到底是应该推升他 还是说继续做空他 所以这种股票 我们即使基本面好 也不应该去碰他 其实他这样问你啊 不是他没买 而是他买了 对不对 他买了怎么办现在 等着呗 那我觉得这个形态是OK的 这基本面好 只是无非你浪费的是 你的机会成本 和时间而已 行 对这是多数人没办法避免的 好我们看一下 好像说有观众说声音太小 对 我们调一下声音啊 我们稍等一下 现在好一些吗 喂 Test Test 应该不会 哦 对我看一下 上次是不是被你按掉了 喂 现在好一些吗 可以了 OK OK 可以了 因为是那个断电了 以后上次那个改 先应该可以了 对 好的好的 那我们看一下下一个问题 就现在这些都在涨 A股在涨 港股也在涨 然后灾案在涨 离岸也在涨 那么港股 我们现在应该怎么看呢 其实港股和A50是很相似的 我们看看有一个图嘛 然后对 港股它这次的上涨 跟A50的节奏 几乎是同步的 因为港股背后的这波资产 和A50上涨的这个金融啊 还有券商啊 其实是都属于金融系的 A5 我们在那个指数讲堂里面也讲过嘛 那么香港指数 基本上背后就是个金融指数 银行股指数 所以这一波实际上它是受利好的 从香港指数的 从18年的走势到现在 一直在一个下行通道里面 可以看到这个紫色的这个下行通道 它现在还没走出来 按照徐老师的观点来讲 现在就不要碰对不对 因为没有走出来 你这个去年太大型了 以至于我觉得你现在画的话 其实日线日线 对 它已经突破了三角整理 对不对 而且在底部反弹 对 那么我认为是可以短多 在长期来看 因为上面有个比较大型的一个压力在 对 英雄所见的月头 在5月份呢 我写一篇文章就讲港股的投资机会 港股到23000点的时候 基本上就跌破市境率了 就是说越买 越跌越买 越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性价比 那么实际上 现在港股涨到26000点 25000点 它回调啊 或者说它这样的 在大家的投资机会里面 配置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但是我不是特别看好 因为 是吧 特殊原因 长线来说 我不敢特别看好 但是短期来讲 跟着A50走一波 这个机会是比较确定的 其实我这边 补充一点 我觉得做脚椅 其实并不能说 因为你远期对它要多 不看好或者看好 而去做它 而应该尊重当下的事实 当下的事实 它就是一轮暴躁 对不对 让我们一个趁势去追进去 但怎么去追 其实有技巧的 对 这也是我们平时 反复在 我可以大概 给我们公司做个小小的宣传 其实我们每天早上 都有一个 交易的信号 的一个短消息推送 专门给我们的VIP客户的 那么我们主要是想给大家 不仅仅给大家一个 产品上的选择 同时会给出一个 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个 重要的自身主力位置 让大家可 说更加容易在市场里面去 把握一些投资机会 那目前来说它的一个 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在接下来图表里面 会给大家看 你看一下吧 看一下我们好像有一个很热心的观目 统计了 统计了 统计了我们所有的 你让我看 没事看 行了 看一下 OK 对对 OK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客户 他每天很认真啊 他会把他每天 我们公司给到一个短消息 打印出来 又没看到 又被大家主持 打印出来 你笑一跳 打印出来 然后他每天都会记在 一个一张表格上面 那么这边是他拍给我的 他说经过他统计 那么我们上个月的一个成功率 是一个月有29次 信号提醒 其中有19 最终证明了是正确的 所以说我们的成功率 有将近百分之 65.5%的这么一个成功率 我相信 对于很多人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一个比例 一个比例 对对对对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优势啊 我们并不是在随便的去 去喊这些东西 一般就是 一般都是我们 有什么擅长的地方 我们才去聊一聊 不擅长 或者说不是很拿准的 我们一般也不写 不写在上面 所以很多客人 拿不准的主意的时候 他会打个电话 或者是发个邮件 来问一下 我觉得这样也是个 学习的过程 对对对 其实这也是我们的优势嘛 对对对对 因为很少有华人团队 可以像这样子 像我们这样子 可以给你提供一个 一对一的这么一个 一个辅导 那今天呢 如果对我们之前的一些产品呢 包括我们做的一些交易里面的一些 有疑问呢 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群里面去跟我们互动 比如说你对哪些单子有一些想法啊 或者说有一些建议 我们可以跟您做一些互动 也希望留下您宝贵的意见 OK 那么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呢 是关于黄金的 现在都是股票都在涨 然而全球避险情绪依然很高 那么作为黄金 他作为一个避险资产的代表 在这种涨势下 还能不能继续涨 这问题我来回答 因为黄金多少钱了 我先问你 今天早上将近1800 现在1800 已经突破1800了 1800 那一天里面也涨了好几块钱啊 对 其实黄金我是这么认为的 因为全球现在量化宽松 也很多年了 尤其这是疫情 然后美联储 对 无底线的一个印钞 其实给全球 虽然说是注入了流动性 希望一些实体经济 能够继续存活下去 但实际上 无形中也造成了一些 一些泡沫 其实通货膨涨是我最大的一个担心 嗯 因为大量的钱 那毕竟又跑到一个资产里面去 无形中就会推升各个类资产的一个泡沫 那么相对于房地产来说的话 我更好看好黄金 为什么 它毕竟是一个什么 稀缺的 对不对 一个金属 一个金融属性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商品货币 商品确实说 其实对 黄金今年是所有资产表现最好的 对对对 从去年我们在做讲座里面 好多次提到黄金 一千三一千四一千五 我们都喊 啊黄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到现在为止呢 黄金也是在这样疫情的配合下 在放水的配合下 很快的达到了目标位 真的我没有想到会在上半年 就能够看到是吧 一千七百多块钱的黄金 那么我相信客户在问黄金 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现在的一千八的黄金 还能不能继续追 对 那么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我现在图表上面的PPT啊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的价格处在一千七百九十七 到一千八百三三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力位置 那么如果往前看的话 上次碰到这个价格是在2011年 也就是说 我们在测试一个将近十年的一个 顶部的一个主力位置 主力位置 对 主力位置 那么我个人认为 不那么容易轻易突破 因为我看到了世界上 我相信啊 大多数现在在操作黄金的人都看到 所以说 反而什么 反向证明了这个位置 会变得非常重要 所以说大家非常注意 那么我先给结论嘛 我个人结论是长期来看 我是看多它 我觉得在一两年内会涨到三千 在我有生之年啊 我觉得会上破五千 不不不不 你有生之年应该可以看到一万 你得多活力 我得多活力 我得多健身啊 对 那么目前最大问题就是说 它离上面的一个支撑位置 主力位置非常近 另外的话呢 KD指标 严重在月线级别超慢 大家注意啊 在月线级别连续超慢 太难懂了 你讲简单一点 就是说很有可能 来参加你的培训课 是不是 培训课也比较重要 但是我因为给广大一个 投资者一个提醒吧 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 大家觉得它值那么多钱 或者说一期好 就马上要做多它 而应该更理性的认为 它上方表现的合不合理 我认为它最近有点不合理了 就是实话 所以说我觉得周线级别 如果出现一个停滞形态的话 大家要小心点 可以做空吗 我是短空 短空 好 等你的信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们心理小助手 我们会在近期 如果有看到机会的话 得让通过小助手 给大家一个提醒 对对对 是的 最近有很多的朋友 加了我来咨询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欢迎大家 就是积极的跟我沟通 我们只有沟通了 才能更加的了解这个市场的动向 那么下面这个问题是关于Tesla Tesla最近可能是可以是说风头正盛啊 演员已经是今年的最强股了 然后有人就问了 说你之前推荐了呀 然后我也关注了 那但是我之前没有买 那我现在在这个点位进场 晚不晚呢 1800块钱的黄金值不值 那1400块钱的Tesla值不值 对不对 我觉得晚了 真的晚了 老板在800块钱就说有点贵了 是吧 400块钱的时候是有话 420块钱是有话 880块钱的时候 他说我已经看不懂了 现在1400块钱 你说你去追 如果你不是我们公马市客户随便追 但是是我们客户 我们得负责不能追 但是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 特斯拉是个好东西 它是现在是叫什么 地表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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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车企是吧 地表最强的车企 对地表最强 你看买通用 打离商 脚踩宝马本田 是吧 手握离商现代 是吧 全部都被它拿下 它实际上 还是一个汽车工厂 它是一个汽车品牌 如果它是个汽车品牌 为什么给它这么高的物质 我觉得 10辆宝马不香嘛 看这辆特斯拉 对吧 我猜它 应该还有别的一些属性在吧 对 我觉得 这是一方面 那么 我现在看到的 特斯拉背后的故事 不仅仅是一个汽车企 而是一个科技股计 科技股 你看像现在的这个 叫做乌朵金花吧 F-A-A-N-G 是吧 这是美国的 然后这几家公司 然后这几家公司来讲 在全球它的估值 都是数一数二的 对 基本上可以占 占据 纳斯达克20%以上的市值 纳斯达克现在市值呢 可以买下 除以美股以外 所有的市场 所以说你可以想象 它们的估值有多么的高 那么 特斯拉这样一个属性的话 它未来可能是 有科技股的属性 那么 并且它还是一种资产属性 资产属性 对 这怎么解释 第一次听说 资产属性 是我觉得特斯拉未来一个很重要的亮点 我们买房子是为了什么 一部分是为了住 还有一部分是为了干嘛 租出去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住 我们可以租给别人住 产生现金流 对不对 对 那么特斯拉未来的人工驾驶技术 将会给你一个资产属性 你的特斯拉可以放给滴滴 可以放给Uber 可以放给邻居 只要拿着钥匙 它就可以坐着你的车出去买菜 车自己再把它送回来 它可以变成一个可以出租的资产 对不对 然后现在特斯拉车一直在降价 但是自动驾驶技术却一直在涨价 你现在买入特斯拉 它实际上在锁定它的自动驾驶技术的门槛 也就是说未来自动驾驶技术 不管怎么更新 芯片的更新 还有程序的更新 全都是免费的 所以现在特斯拉被追捧的是这一步 也就是说大家买它 更多的是看中它这一块的资产 这一块的潜力 对 因为未来你在买自动驾驶技术 可能不就是11000块钱美金了 可能变成6万块钱美金 7万块钱美金 因为它相当于配了一个司机给你 对对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特斯拉很有想象力的一点 但是从操作的 或者说从投资股票的层面上来说 我们可以多去从技术面 或者说从这个更好的入场点去找到一些机会 对不对 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去关注一下更好的点位给到大家 之前我们推荐的三四百块钱其实很好 你当时去年在十二月份 在奔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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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座的时候我还记得 那时候推荐的时候只有五六百块钱 对 然后我们当时说贵不贵有点贵 然后说等回调等四百 结果真给了四百块钱 是因为疫情期间 疫情期间 所以疫情期间大家又不敢买 有点错误 所以说人嘛 天性啊 跟投资是 怎么说 是相反的 人性啊 跟投资相反的 对 那我再考你一个问题吧 反正这个 演讲到特斯拉了 你知不知道特斯拉会利好一些什么样的股票 那还有女生吗 肯定是它的上游企业 比方说制造锂电池的这些公司 哦 说错了 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还有一个很神奇的理由 特斯拉利好茅台 你知道吗 茅台 你说 你说那个 贵州茅台 白酒 想明白吗 那我想想看 这好像有点 自动驾驶技术是吗 自动 酒驾 对啊 其实也是扯了 对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那个茅台 看一下 看一下slide 对挺有意思 它那个highlight 对 2万亿的茅台 其实 2万亿的茅台 其实就是 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怎么 什么事情都是有利好的 特斯拉涨它也能涨 那 很多客户也会问 他们买TWE 因为我们之前也推荐过 说澳洲茅台就叫TWE 为什么还没涨 有点像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这个矿业股 对 其实我觉得 在等待 这个机会 这是第一 第二我觉得要 要分析一下 就是说背后的一个逻辑 那么A50的逻辑是什么 对不对 A50逻辑是它要涨 它有资金要进来 它要买权重 权重 茅台就是这样的权重 核心资产 对吧 然后又是党的核心资产 又具有投资属性 所以很多时候呢 就把这个钱 买ETF一样就涌 涌到了茅台的这个物料里去了 但是TWE 却不是这样的一个产品 TWE是我们澳洲的 知名的红酒品牌的一个集团公司 它拥有70多个独立的品牌 有四大 这个国 那个那个叫什么 四大这个州的60多个品牌 40多个酒庄 那这样的一个一个产品 它在疫情之间受的冲击是比较明显的 但是从反过来看 它还没涨 说明什么 说明它比较直啊 它未来还是会涨 因为大家还是要喝酒嘛 对吧 包括它这些酒啊 包括它这些资产品牌 并没有完全的从市场里面消失 或者受到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 那么中国有茅台 美国有特斯拉 中国澳洲还有TWE呢 对吧 其实TWE的话 其实我记得去年 Austin一直有开始关注它 我也陆陆续续的 嗯 听你有谈起它 其实对这家企业 它的属性和它的经营方面 我们都不同的疑问 嗯 从我们做技术角度 去做股票的人来说的话 我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什么 市场什么时候认同它的价值 嗯 它发动的时候 对对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这个很重要 它讲的一个核心 嗯 就是我们公司 其实像Austin 它现在手里 一个watchlist那麽 那差不多有十几二十支澳大利亚的一个比较 比较 基本面 比较好的股票 包括我自己 其实我自己也有 有一个差不多三四十支股票的这么一个 呃 观察池子 嗯 其实我们一直在观察 去确认 什么时候它价格开始要启动了 这个时候我就会在早上的一个交易新闻里面 给大家一个提醒 这才是我觉得 我们今天讲了半天 给了大家的一个 一个信息吧 就说我们公司能够给到你这么一个服务 是别的 别的 不能说 大家都不能不能说但不是完全吧 其实市场上百分之八九十的这种平台公司 是给不到这种服务的 这是我们可以另外再强调一次的 对 嗯 然后接下来的这两个问题呢 有点偏向于是针对啊 周尼老师的 一个就是说市场上每天这个消息铺天盖地 真的是不知道如何选择股票或者是外汇的这个品种去投资 还有就是那你周尼老师这么多的交易信号 这么多的品种 你是如何把他们全部都顾过来的 你是怎么做到的 OK 这个我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之前的一个slice 嗯 今天一个slice 好 OK 有关注我们公司的客户都知道啊 其实我每天早上都会给出最少一个外汇产品的一个交易信号 我考虑一下 你假设你有八个 我们一共有八大货币队 嗯 两样组合 大概有多少个可能性排队组合 像没有 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了 嗯 就是c82 就说一共有28种组合 那么每天早上我怎么可以在短短的10分钟内去找到一个交易信号 嗯 其实我用了左上图的这么一个一个我自己写的一个指标 就是一个货币强弱的指标来给到我 那么就目前来拿今天例子来说啊今天我给出一个欧元对瑞朗做空的一个信号 嗯 大家可以图表上可以看到啊 那么最强的一小时里面最强的是英鲍 然后纽币 然后是瑞朗 而欧元是在最弱的四个货币队里面 最弱的四个货币队里面 所以说今天我选择了欧元对瑞 而呢瑞朗对欧元这个货币队 嗯 是基于他的 他给了我一个选择 两两座主题 我知道今天有可能会存在一个 嗯 瑞朗欧元的一个看多的机会 然后突然再看就找到了 嗯 所以说今天既然我把这个指标拿出来的话 并不是说 呃 给大家说我有多先进 只是给大家一个理念 如果你有个工具体可以极大的 去缩短你去找货币队的一个时间 嗯 然后今天大家所有参加的人 我给出个福利 嗯 就是可以免费索要我这个指标 嗯 我会把这个指标 和他的一个简单的说明 嗯 给到我们小助手 嗯 只要大家现在加小助手索要的话 我们可以免费给到大家 好吧 这是今天第一个福利 好几个福利吧 今天大概两三个吧 哦 大家只要坚持听完 肯定都会一一拿到 嗯 然后说完了这个 这么多股票怎么选 我刚才在评论区有一个人就问我说 这个奥指怎么样了 奥指现在怎么办 我如何去布局 嗯 奥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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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点弱啊 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今天还做空好了 好 对 今天做空是对的 没事 反正一会儿直播完了 你请客吧 你赚钱了吗 今天做空是对的 赚多少 还平常不赚 在没有平常之前 所有的盈利都是富裕 好 对 从这个图上 我们可以看到 奥指在经历了这样一次 闪电般的下跌以后啊 很快就收上来了 收上来又回到了这个通道里面 这个十年来流逝的通道 嗯 并且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一直在五千七百五千八百之上啊 做一个整理 并没有再下破过五千五百点的位置 那对我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说现在奥股接着下跌 但是其他的股市比较稳妥的话 实际上是什么 可以做多的 叫我看看 因为呃 如果美股不跌 中国股票要涨 对不对 那你奥股跌下来 你不还是得再跟回去吗 最近的疫情可能有了一些影响和恐慌 也也许也影响了经济的复苏 但是只要信心回来 股票还会回来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看到 呃 从图上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实际上在奥股这次整理的这个机会里面 实际上是一个越跌越买的机会 那么我觉得这边需要提醒大家 嗯 其实奥斯汀老师平时做单我是知道 他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武器啊 嗯 就是资金管控 仓位管理 嗯 我觉得是个非常核心的 所以说 再提醒大家 嗯 就说 我跟你的交易风格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对 我是非常在乎资金管理的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是核心 对 所有的大资金都是讲资金管理 对对对 我们怎么讲呢 当时去再跟那些机构大户啊 包括那些基金的经理啊 学习的时候 他们不是一上来就把子弹打光的 对对对 他们一般都会找准一个机会 然后不断的去在里面去啊 调整仓位啊 然后去换一换啊 然后慢慢的把自己的仓位加满 甚至还要留一点富裕 等待一些意想不到的收入 对对对对 对不对 所以我我觉得这个机会呢 大家可以关注 但是我说的这个机会并没有给定一个 就是说具体的点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 如果有比较好的日内的机会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也会给到 大家应该也知道 我是特别关注股指这方面的 那么如果有好的股指机会呢 大家也会看短信也会收到 这边我稍微插入一句 其实对于很多普通者来说的话 他们忽略了一个股指 可以对冲你实际持有股票的风险的 这么一个公园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的 对不对 很多在中国做投资的人 是没有办法接受的 没这个概念 所以说这边要特别提醒 尤其是国内做股票时间比较久的那些人 其实通过做空澳洲股指 其实可以有效去对冲 你手里一些长期持有的股票的 这个下跌的一个风险 对像今天下跌 你如果买股票是吧 现货在手上 你不想卖 就可以卖点这个S200来对冲一下 像邱小师这样振一点是吧 我觉得金融嘛 讲到底如果你十八万五一都会了 那么在特殊场合某个武器 它能使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 这个比较专业比较术语 大概可以去向我们小助手去询问一下 我们有一期写了一篇文章 是关于怎么去用股指去对冲你的股票风险的这么一个小文章吧 想科普知识 对 我也做个广告吧 谢谢 因为讲了半个小时了 有点累 但是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 其实想给大家发一个邀请函 什么邀请函呢 就是我们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我们会开始做一次 第十期的新的培训班 培训课 那么不管是你在墨尔本 在布里斯班 还是在塔斯玛尼亚 你只要是我们GoMax的客户 达到我们VIP客户级别 我们这样的一种线上讲座培训的方式 就可以服务到你 因为现在疫情的原因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做到线下 所以我们会通过线上的方式 跟你就是互动一个月 然后呢 我们会系统的用晚上的时间给大家去讲课 是非常好的 并且我们也是打磨了九期了 这是第十期 所有的每一期的我们都是有记录的 我们并不是张口信口胡说 说我们就是第十期就叫第十期 它是确实是我们经历了这么多时间 积累出来的一个成果 那么大家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更好地去理解 如何做交易 如何做投资 如何去抓住自己的一些机会 和熟悉你所需要去熟悉的金融产品 OK 然后我们今天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这个外汇的 因为外汇市场我们知道 一天24个小时 晚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是你停了 但是市场没有停 就说晚上睡觉的时候 它还在波动了 那这样的矛盾 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它呢 这是我一个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所以说我对 对 这拿出来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吧 就是说 其实外汇24小时交易 其实还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好处 大家肯定想不到 比方说有个客户 疫情前 我刚才吃过饭 聊了挺好 结果 疫情来了吧 对不对 直到上个星期 因为稍微缓解了一下 我就越来越来越吃饭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它疫情期间 它赚钱了 它不在家办公 但是它有做外汇 它赚钱了 结果一看它 我觉得它明显瘦了 但是它瘦了五公斤啊 现在什么都在涨啊 股票也涨 体重也在涨 它还瘦了 对啊 然后我就很好奇地问它 怎么回事 它说哎呀 你不知道 它白天在家办公 晚上做单 手术太重 睡不着 睡不好 然后它难得 每天12点多之前回睡觉 然后每天早上 收盘 就是早一天收盘前 它都会起 比如说一般 基本上它在1点钟睡觉 7点钟起来 看收盘价 结果每天只睡5个小时 担心收盘了这样子 结果就 对不对 睡不好 结果就瘦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啊 它在假期间 不仅把钱赚了 还把身体都给剪了 这是很多人 外汇想不到的 但是这是开玩笑啊 你这玩笑扯的有点 扯的有点太远 很多时候是 很多时候是不仅钱赔了 然后人也憔悴了 那怎么办呢 那是更惨的一件事情 能听课对不对 但是我讲这么多 其实只是想提醒大家 一件事情 就是说 做外汇 大家不能 真的去把它 作为一个 安身立命的 这么一个东西去做 在你们有学会之前 因为我见过 挺多客户 一上来就 说我要 对不对 好几万人进去 我一定要翻倍 其实很不make sense 对我们来说 我们更多的希望 慢慢的循序渐进 给一些客户 一些正确的投资理念 要去改变 那么我想回答一下 那个客户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 睡觉是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 你把做外汇 想象成一个生意 我们做生意都知道 我们是有规划的 对不对 做一个可行性分析 所以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买丁丁走 对 奥斯汀老师 跟我一样在就知道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 抢答了 我都学会抢答了 你看 你设定好 自身指引 你就去睡觉 别想太多 因为什么 你不 市场不会因为 你盯着它盘面 它就根据 根据你的盘面去走吧 对不对 所以跟你盯不盯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说 更多的时候 我们做预算 涨和跌 我们心里知道 我们大概都会赚钱 好了 关电脑 该干啥干啥 所以要去 这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前提是说 你有没有 这么一套系统 那么 我也大向大老包 其实我们会 教给大家 一个非常简单的 一个交易策略 可以帮助到大家 对对对 那么我们回答完了问题 那下面我们就说一说 我们的服务 因为刚才在评论区 我一直在回复 他们的这个问题 就如何成为WIP 我们这个服务 是怎么样的 也希望老师 能跟我们在这里介绍一下 行 讲一下吧 这个是一个 大概的我们管它叫 交易2020的一个培训计划 它是基于我们的一个 一个 确切的 是我们自己的一个 实际操作的一个账户 其实我们更多的是 给大家看到一个 一个成熟交易者 在市场里面临的一些问题 我们是怎么做的 给大家看 给大家信心 因为在市场里 信心其实跟本金一样重要 很多人到后来 都不敢做单了 所以他没有信心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法 给大家信心 那具体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会交一套 完整的一个 叫市区体的 这么一个交易系统 或者叫极简 交易法 我给大家献点名字 但是体系还是 外面不离其中 是根据市区体 这个三个级别来做的 大家可以看到 PPT上面 那我们具体的 最关键是这个 我会用一个 自己的账 实行账户 会去把一个交易的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推送 大家在0.5秒内 能得到一个 推送的一个信息 就看我实际的操作 你可以参考我 你可以跟随我 甚至你说 你可以挑战我 你可以站出来说 Johnny老师 我觉得这单是会长 对不对 那我可以跟你讲 为什么我觉得 这笔单子 我是看空档的 经过一个 这么一个交流吧 大家其实可以 在一些交易理念上 进行一些碰撞 那么其实可以 提高你的一些交易 理念和技术 对 哦 好好好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问得非常好 对 这是 这个是 奥先生老师讲一下吧 这是你 这是我们那个培训课的 对对对对 课的课表一样的东西 对对对 这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会涉及到的一些知识面 比如说我们讲技术指标 我们讲资金管理 我们讲投资产品的一些策略 还有一些运用方法 包括我们交易软件的一个实战的一个指导 因为我们不能去在这样的一些产品上 或者说操作上去犯一些低地错误 然后我们也会给您做一些这样的一些演示 比如说我们这个策略讲完了 是不是真的有效 不能说我说有效就有效 我们可以用一个量化的方式 然后回溯20年前的一个数据跑一遍 然后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策略有效性 其实这一个整个的系统化培训的话 它是揉在我们一个月的一个线上服务中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 我觉得以前来讲 我们都是线下都是五万十万的VIP客户的课程 那么现在我们在线上 可以很容易的为大家去交付 不管你是在澳大利亚哪里 只要你是我们BOMARKS的VIP客户 那VIP客户的第一层级 也就是当您的金融交易账户里面 有一万块钱可投资金的时候 你就可以申请这样一个机会 然后我们也会跟您取得联系 是吧 OK OK那么我再讲一下吧 因为我刚才有段 我好像刚才漏过了 没有我们再聊一下今天的一些 就是说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吧 再聊一下其他的问题 而且就是刚才还是有人问说 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这个澳指啊 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澳洲based的这么一个 就是多数的听众都是来自澳洲的 大家对澳洲这个股票特别感兴趣 嗯嗯对 行那我们再把ISC200那个图调出来看一下 我们调吧 嗯 其实我觉得大家问这个问题其实忽略了一个核心的问题啊 就是说你大家看到它长这样 对不对我问一个大概简单的问题啊 如果现在我给大家看到图表大家觉得它是上涨还是下跌 对不对 如果你本身没有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东西去看待的话 或者说你没有一套体系化的东西去看的话 其实你这个问题今天我即使回答了你 过了两天突然出了消息 你给它上涮一下下涮一下 你回头还是再来问我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内心始终没有内感症 你懂为什么 你永远在市场里面只能说 今天听这个老师说一下 明天听另外的老师说一下 那么往往一个情况就是 今天如果你连续跟一个老师一年的话 那个老师说的多数时候是对的 但是因为有可能最近那个老师的方法 不管用 你也许你连听他三次 三次都是错 然后你觉得这个老师不管不合适 或者说讲的不好 那其实是不客观的 所以说讲到底 我现在想给大家的一个理念就是说 如果你有一套固定的方法的话 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 因为是吧 你会有自己的判断 这是我们给到客户的一个核心价值 哎呀 你说的那么多 你把我们客户整蒙了 你就直接说啊 你是怎么判断的 你的体系是怎么判断这个 这个图不是我的图啊 你让我判断 我现在受不了 太为难你的 因为对 我是一个程序交易者 也就是说 我用电脑程序跑出来 结果 我是相信他的 然后我就做出一个判断 你让我给我一个图 我说不出来 说实话 因为什么 我是尊重事实的 图告诉我什么 我就是什么 我去做 不会去说 这边是一个 对不对 大家都认为的一个支撑主力 基本上我不会这么说 这是我跟大家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 对 我是想象力型的 我认为投资需要想象力 那么这个图给我看的时候 其实我看到的是 我相对乐观 因为你看我把这个通道延续下来 你就可以知道 我可以把中间的这部分波动 向下的波动的这个部分 有个长长的掉脚 我把它忽略掉 为什么 我认为在这个时间阶段里面 市场是恐慌的 流动性是缺乏的 估值是混乱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如果用长期的价值观点 去衡量它的话 会叫做无效区间 与其去把它参考进来 还不如大胆的把它引去 不要去看它 我们再用一个长的周期 去观察它的时候 我认为 澳谷实际上并没有 完全的开始下跌 或者说 它只是经历了一个 一个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一次调整 那这样的一次调整 在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来到了一个相对关键的位置 是说 这个相对关键位置 由于我们澳洲 木尔本最近出现了一点点 波折 不然的话 其实我们澳洲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现在股票涨 对吧 香港 大家也知道 香港很多 现在很多投资移民要来澳洲 股票涨 对不对 其实这些对澳洲 股票从经济上 或者说从感情上来说 都是有利好的 那澳洲的股指的下跌 实际上我觉得 从这样的一个区间来看 我觉得并不是很贵 并且我觉得在5000多点和6000点 去配置澳股 长期来说 看到7000股 7000块钱 7000点或者是8000点 我觉得是可期待的 所以我 为什么我刚才我说越跌越买 就是因为 从这个层面上 我去看待的话 我不敢想象说 它会有一个多大的 这个超卖 然后给我一个很好的 减便宜的机会 今天再给我一次 那么如果不做这样的幻想的话 我觉得现在实际上 并不差 这个价格 在5800 5900这个地方 但是我提醒你一点 澳洲股指 是澳大利亚 AS200 是澳大利亚最大200只股票 对不对 那么影响股价 两个东西 第一 实际的企业的 盈利 第二是它的预期 对不对 对 那么预期咱们不要说了 毕竟是什么呢 是预期被盈利给验证了 对不对 那是真正的一个就是什么 也就是说是一个确认 对不对 那么我现在我们 我对于这个澳洲股指的预期是 你别忘了 疫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两个月份 财报是什么时候出 财报 财报是 finance业是6月30 对不对 也就是说 真正疫情影响到财报上数据的时候 会发生在 7月份以后 也就是说八九月 陆陆续续出财报的时候 对不对 其实这个就 这个影响过吗 不不不 我并不是没想过 而是市场它会有 条件或者说 有考虑的去计价风险 那如果说市场 对所有的风险都计价 那为什么现在美国 创历史新高的 这样一个确诊率 股市却不跌呢 市场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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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并不为风险计价 有时候市场不为风险计价 因为资金无处可缺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印了这么多钱 对不对 大家说实话 有钱都没地方去消费 我看了美国一些报道 说它不短时间 那不开放一点地方吗 对不对 就是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为什么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 美国大量印钱 不仅给到企业 还给到个人 他们钱都要花 所以说会有个爆炸性的 一个开户数的一个增长 大家钱多了 这个我不否认 并且从券商的数据 我们之前也读过 一季度的券商开户量 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对对对 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人 也因为失业 或者说没有太好的一个去处 然后在股市里面找机会 我觉得这都是我说服力 只是说股票价格 为什么会不反映风险 是因为在估值体系里面 并不一定要为所有的风险 去积加 我是这个意思 anyway 因为我身体来说 我始终觉得只有资金的意志 才能推动股价上涨或者下跌 对不对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是不知道 哪个资金会重压 能不能投资股票 而我们能做到什么事情 我们做一个预演 我上期直播里跟大家说过 我们假设这是股票 三种可能 上涨 下跌 震荡 我们把三个剧本都写好 怎么演 就看市场怎么走 对不对 看演员自由发挥 对不对 这我觉得是 我觉得怎么讲的 就是 你把股票的上涨和下跌 和一种形态呢 就是整理的很好 这样其实 从技术 或者说从 从口版机的这个层面上 我觉得是最好 最简单的 因为你不需要 思考那么多 资金给你一个 什么样的指令 或者说市场给你一个 什么样的情绪 你就去追随就好了 但是 对于我来讲 可能 我觉得 这个企业背后 它有没有什么故事 有没有什么想象力 它的商业模式 我能不能看懂 我觉得 它是不是我感兴趣的东西 我可能 我的注意力在这个方面 其实大家看我们两个人来聊 其实也是一种左右的互补 我说嘛 我说我跟Johnny 是实际上是很好的 两个一个互补的一个角色 Johnny呢 会在机会里面找机会 我是会 是吗 对 在机会里找机会 对 你会在我们选中的股票里面 去找一些 你觉得更好的点 对吧 那但是我们是 看好的一个机会 就相信这个机会 就是不会去看 特别好 特别小 或者说特别明确的一些 价格点 这个是你的优势 你知道我跟你觉得 一个比较大的区别 我个人觉得 大家听过基于那个 唐诗吧 叫春暖 什么 春江水暖 鸭先知 我不是鸭 你以为你不是鸭 在我看到里面 你晚上看不上 就是说 我觉得最大区别是 我们作为技术交易者 在市场里面 我们其实是有个探测 探测的器 在市场里面 它时刻提醒我们 水温的变化 我们抓的什么 所谓的水温 就是大资金的流动的方向 对不对 大家是涌进去的 还是测出来 其实我们很难去找原因 作为一只鸭子来说 它怎么知道 水为什么变暖 它只知道水温的变暖 你都知道 我跟你区别是什么 我不 其实不那么care 为什么这只股票涨 我现在care的是 它现在是不是在涨 对 我就比较care这个 我就比较care 这个公司 或者说这个商业模式 背后的价值 就是好比现在 比较牛 比较牛的那个拼多多 我们测远一点 拼多多 拼多多为什么 在一年之内翻一倍多 对不对 它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它的商业模式就是便宜 够便宜 便宜到令你 忽略它所有的缺点 你要什么 你要什么 是吧 你要什么 什么自行车 你要什么这个差评 随便骂 对不对 但是你就拒绝不了它 因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脑子十块钱 脑子上不了多大 当然是开心 对 是不是 其实 这也是其他的一种商业模式 软银啊 他们投行在投什么 其实也是在投 他们有的是投赛道 有的时候投巨头 对不对 其实我们在买股票的时候 并不是说 不会去 在某个价格买入 而是说 我不知道在什么价格卖出 明白吗 为什么很多人问 1800的黄金能不能买 1400的特斯拉能不能买 其实大家知道 想要知道的是 1400以上还有没有想象空间 1800以上还有没有想象空间 在1800买入 或者说特斯拉是1400 对不对 能不能买入 或者能不能卖出 两个人 他们底气原因是吧 有没有底仓 你没有底仓的话 你跟我谈什么 这1400卖掉 那比如说 对不对 你有底仓 你就有底气说这句话 要不你没 为什么我不敢在1800 去买黄金啊 因为我没有在800块钱 900块钱的时候建仓 对不对 你现在我买 我赶来赶 但反过来说 我在1000块钱的时候 买入的时候 现在1800我买入 我大不了中间折一下 我的平均成本是1400 对不对 我就敢去买入 讲到底 就是我们现在 不敢买的核心 就是我没有底仓 我没有底气 你买了吗 你买了吗 我不做这些 这些 不是 我们今天在观众面前 一定要让那个 徐老师 那个把我 把他最看好的一些产品的 一些情况 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其实是做成一块教育的 所以说 注定了 我不会长时间去持有 一般不做长期 对对 不做长期 因为我觉得 短线的好处是什么 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 假设你是特斯拉 你是做特斯拉的 从1000块钱 做到1400块钱 这利润很厚 对啊 反正是实际 对不对 但是我们做短线的 可以做到1000块钱的利润 这就不一样 就是把一个线拉直了 你懂事吗 本来是个折线 对不对 就是说你一段距离拉过去 它有无数个折线 就是其实它把拉直了 有两米长 但是你实际量 只有一米长 为什么 因为这一米弯曲折线在里面 我们做技术交易 其实可以做短线的 可以做这一点 把它拉长来做 对 当然今天我探导 这是代表很多 大家一些观众的观点 并不是说 哪个好哪个坏 因为说真的 奥斯丁老师做股指 我是很佩服的 真的 你用抽策方式 我们都有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叫什么 自己的一些逻辑 或者是交易系统 叫有交易系统 对 那么 怎么讲呢 就是奥斯丁老师 有奥斯丁老师的 然后客户有客户的 我有我的 最终能站在市场的 不是他的 而是你自己的 或者说就是你 能帮到你的 跟你的性格 跟你的资金 最能匹配的那一种 那么我们其实能做的 不是说 把我的告诉你 而是我们 希望我们在聊的过程中 在学的过程中 让你知道 你适合什么样的 对 然后 这个两位老师 这个分享 真的是非常的专业 然后我们这个评论期 也有很多人提出了很多的问题 比如什么 SNG APT CSL 原油 然后也有一些 想知道我们这个VIP的门槛 然后还有如何申请课程 我觉得这两点 老师可以在这分享一下 然后剩下我们这些 就是个别的原因 或者是个别的股票 我们可以跟您一对一的 等我们下了波之后 再跟您沟通 但是这种普适 我觉得你可以 稍微说一下 嗯 嗯 真的 今天我不想 这对某些特别股票 今天我们不是 我们先把那个门槛说 我们先把门槛调低一点 就是 我们心里是五万 我们现在降到一万 今天晚上进来了 一万块钱的 金融账户的 就可以参加我们的VIP课 下个星期 我们就交付这个课程 对 因为我们下一期课程 是下星期开始 就是今天晚上特殊的 对的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 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 就是我们原本五万块的 这个VIP门槛 如果您在今晚 跟我们沟通的话 可以降到一万块 而且只是进入金 钱全是你的 相当于我们是给的 免费给到 免费可乘 不是收费以外 对 不是收费以外 资金还是您的 然后这个 还有两个 还有人问就是说 两位老师 每日什么时候直播 在这里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两位老师呢 其实他们不是什么consultant 他们就是实实在在的 在操作 在这个trade这个人 所以他们两个是没有每日直播的 但他们会每天写一些这个股评啊 然后市场的这个分析啊 整理成资料 给到我们这些VIP的客户 所以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需求 那也请跟我们联系 好的 看看我们看看评论器 还有什么问题 还有人问说 这个指引一般设百分之 多少比较合适 指引 这我来回到吧 抢答了 我现在要抢答 因为这个我回答客户比较多 其实指引的问题 取决于你的止损 对不对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 交易就是个生意 对不对 在赌场里面 我们据说不公平的话 起码那个压一块钱赚一块钱 也就是说最简单 如果你放了两块钱止损 你的指引最少是两块钱 这才是个合理 因为什么 你想提高你的成功率 其实很难的 我们认为你的成功率是百分之五十五十 这样的话 你如果没做到一比一的情况下 其实你是个 数学上你是个亏本的生意 期望是负的 所以不应该做 那么当然通过一些技术方面 就是上期大家有听我的话就知道 我是pare for 这种行情在压缩的时候 出方向 那一般来说能到一比二 那么再回 回到一个技术上面来讲 就是说重要资深阻力位 大家稍微留意一下 那么就是你的有潜在 需要立场的位置 对 牵涉到太多技术方面的细节了 我不展开说 如果大家有机会 关注我们的YouTube channel的话 其实我之前是有说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频道 对 那好的 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 因为时间的原因 我们今天这个直播 也就是差不多到此就尾声了 然后我们也之前说过了 一开头这十个问题 是从上次直播到现在 我们累积出来的问题 选出来的十个 可能有一些问题 你们问了我们没有选 但是我们会慢慢的 逐一的去跟你们沟通 希望两位老师能挤出这个时间 然后跟我们的客户 一一沟通一下 因为这些信息 对他们而言真的很重要 然后其次就是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 因为我已经把二维码发到群里了 我现在再发一次 然后 希望我们能多多沟通 因为沟通其实是一个信息互换的 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大家彼此了解彼此的想法 然后看看大牛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自己观望一下市场 再加上我自己的判断 然后去操作 然后这样的话 就是才能大家共同进步 所以对 我这边再插一句 因为刚才说到 我还忘了我提了 其实我们公司的一个VIP服务 不仅仅是我们悉尼 对不对 是全公司都有 而且我们公司的摸本的同事 他们的强项是股票 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VIP服务 就是全公司都有的 包括这是一万块钱 但是那个 那不是 但是那个 那几万块钱吗 一万块钱吗 不是 那给股 给股 平时五万 Anyway 我就是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说 大家在市场里面去做股票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 省时间 就能赚到钱 对不对 怎么样省时间 其实我们GoMarket 是给到这么一个非常核心的服务 就是说 我们订阅了大量的 像Bloomberg 那种 Morningstar Morningstar 对不对 路透社这些服务 我们都有买了 就是说 假设 即使您不在我们这边 把你的最重要的资产 放进来做的话 也可以向我们咨询 只要你符合我们的一个 VIP客户的要求 比方说 你在CommonSafe 有个十万块钱的一只股票 买了十万块钱 你不知道他的家人会怎么走 你可以打个电话给我们 只要是你是我们的VIP客户 我们可以把 这些主流的 投行的一些分析资料 汇总的给到你 也就是说 你自己去找 不仅要多花钱 花的时间是巨大的 我们可以把压缩成 比如说 短短的一千个字 或者说五分钟 电话里给你讲清楚 对 可以省掉你大量的时间 这是我们 必须要着重强调一下 没有一个券商 和其他的 比如说CommSec 对不对 他们能提供这种服务 除了我们GoMarket 这是为什么我们最近 拿了一个 一个大奖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澳洲排名第一服务的 一个奖项 这是我认为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服务 我希望 对 今天再说一下 就是会 如果觉得联系了 会收到一个 一个叫什么来着 叫做货币的强弱指标 对 还有就是 可以 这个最低门槛 参加我们的VIP课程 对 其实我今天安排了 还有三个 刚刚忘说了 你说起来 我才想起来 如果今天 再加我们小助手的话 我们可以给到 我们电脑不是有个 给VIP的一个短消息服务吗 我们可以给你 体验 体验 一个星期或者两个星期 但是我们是通过Email的形式了 因为我们发短消息 对不对 是说是一个系统 对对对 你必须要达到我们那个系统的 那个下限才会 我们会单独发给你 所以说你也加小助手 我们可以单独发给 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一两期期 对对对 好 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 我们下次 大家可以尽情的留言 我们可以在下次直播里面 回答你们的问题 对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没有美丽的声音 应该在这里发出来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然后也期待我们下一次 再跟大家在线上 做这种有趣的讨论 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下次有机会 让我们的Forever 也给我们一起做节目 露个脸 露个脸 今天露手指头 没事 加我呢 我可以私信照片 谢谢 哇 这个鼓励比其他的都值钱 别发送照片 你想把你打掉了 好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